皇后区与西区交界的唐森德街 修迪尔查站在一条黑暗僻静的巷子里 哪怕没有抬头 也能看见远处层层叠叠的华丽宫廷 和高高耸立的哥特市钟楼 那是整个贝克兰德帝市最高的区域 也是鲁恩王室所在 他在南北大陆 在整个世界的地位等同 甚至略高于英帝寺的白丰宫 和福萨克帝国的奥尔米尔宫 但名称既不浪漫也不古老 他叫索德拉克宫 在古福萨克语里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平衡 修将目光从著名的秩序之中收回 望向了巷子的另外一边 煤气路灯无法照耀的阴影里 缓缓走出了一道人影 那人影带着俘露出下半张脸的金壳面具 正是之前将治安官配方卖给修 并时不时委托他一些任务的神秘人 修和福尔斯私下讨论时 都怀疑对方是军情九处的人 这周有收获吗 戴着黄金面具的男子 按照惯例问道 修摇了摇头 没有 事发前应该没谁打听过卡平的事情 他顿了一下 有些不舍地问道 还要追查这件事情吗 面具男默然一阵道 不需要了 但之后如果有听说相关的情况 依然立刻联络我 今天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 修完全进入赏金猎人的状态 准备着评估事情的风险 面具男笑了一声 很简单的任务 也是你梦寐以求的任务 你在你所有的圈子里 求购治安官和审讯者的主要材料 尤其是可以直接调配成魔药的那种特殊材料 如果有人回应 我们会垫付资金 购买到的材料将属于我 修脱口反问 这是他最关注的问题 不 你相信这么简单的任务 能有这么高的报酬吗 当然如果能像钓鱼一样钓出我们想找的那个人 获得的魔药主材料归属于你 不是不能商量 面具男低笑道 可我不知道审讯者魔药的主材料是什么 休迟一着说道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的 这也就是我们预付的报酬 即使没找到目标 你也有了序列七魔药配方的主体部分 价值超过六百磅 我想你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我们的慷慨 面具男用蛊惑的口吻说道 确实慷慨 他们的目标是谁 为什么愿意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寻找 而 假设他是军情久处的人 趁这个任务 回收市面上流通的仲裁人 图进非凡材料应该也是目的之一 并不存在浪费金钱的问题 作为一个勉强算资深的赏金猎人 修本能地想到了一些事情 稍作权衡 他点了点头道 我接受这个委托 很好 面具男的语气变得轻松 环顾一圈道 审讯者魔药的主材料是 闪闻黑蛇的脚 湖中支灵的粉尘 说完之后 他缓不回退 重归阴影 消失在了巷子拐角处 真的告诉了我 审讯者魔药的主材料 修一时还有些发愣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彻底看清楚 面具男代表的那个势力 对这次任务的重视 也不知道目标是谁 重点好像是可以直接调配成 治安官和审讯者 魔药的特殊材料 想到这里 修忽然带住 他记起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自己晋升序列八 治安官时 用的就是 可以直接调配成 相应魔药的特殊材料 通过福尔斯购买到的 特殊材料 这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修本能地决定隐瞒下 这件事情 绝不告诉面具男 他揉了揉 自己有着婴儿肥的脸颊 迈步往外面的街道走去 准备乘坐公共马车 返回乔武德区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一辆棕色马车驶过 视线顿时被上面的文章吸引 那个文章的主体 是一朵花和两个纸环 并没有太过特殊的地方 可修却直愣愣地看着 目光仿佛凝固 等到马车远离 他才收回视线 情绪以下变得极为低落 哪怕已返回至 共同租住的房屋 也没有彻底好转 发现好有情况不对 福尔斯倒了两杯红葡萄酒 端了过去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坐到对面 将其中一杯酒推给了修 修服侍着红色的酒液 沉没了足足两分钟 采用略显沙哑的嗓音道 回来的路上 我遇到了一个以前认识的人 谁 福尔斯很配合地问道 斯特福德自觉 修问一句答一句 福尔斯仔细回想道 这位自觉似乎是宫廷侍卫长 作为一名畅销小说作家 他时不时能得到喜欢文学的贵族邀请 参加下午茶和宴会等活动 而本着作家搜集材料的职业习惯 他肯定会主动对较为知名的贵族 做一些了解 就是在这样的聚会里 他认识了格莱林特自觉 是的 他曾经 曾经是我父亲的副手 修略显艰难地说道 你父亲 福尔斯知道 修来自于破落的贵族家庭 有一些秘密但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修端起红葡萄酒 咕噜喝了一口 呛得连渴几声 他缓了一阵道 我的家族属于宫廷贵族 最显赫时甚至担任过行宫伯爵 行宫伯爵 这是什么职位 福尔斯办事好奇 办事借此让好友缓和情绪地问道 这等于是王室的对外发言人 是最靠近玉座的贵族 修炼献光彩地回忆道 从那之后 我们家族有了真正伯爵该具备的封地 到了我父亲 虽然不再那么显赫 但依然受到前任国王 强势者威廉六世的信任 是王室卫队的统领和宫廷侍卫长 他语气逐渐低落 有着难以掩饰的痛苦 但七年前 他被控参与一场叛乱 最终被判处绞刑 剥夺了爵位和封地 我的家族因此破落 许多成员甚至没有原因地死去 为了活着 我们改掉了姓氏 离开了东塔克郡 我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叛乱 他对王室是那样的忠诚 甚至超过了对女神的信仰 为了 总之 我离开母亲和弟弟 来到贝克兰德 寻找机会提升自己 希望能恢复家族的荣光 和父亲的名誉 在中间的一些事情上 秀说得很含糊 但弗尔斯并未在意 他了口气道 这会非常非常艰难 他旋即扯出一抹笑容 但我会支持你的 而我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塔罗慧 他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停根室 夜里的水仙花街二号 正在计算数学题的梅丽莎 侧头望向门口 看着刚摘掉半高礼帽的班森道 你去了哪里 不是明天才公布结果吗 今晚就能打听到 而我刚好认识两位 负责统一考试的市政府雇员 班森勾了勾嘴角道 12月初 他报名参加了政府雇员统一考试 挑选的是一个竞争相对不大的职位 并在这个过程里 靠着口才和交际能力 与几位政府雇员和不少考生建立了友情 结果怎么样 梅丽莎不自觉放下了手里的原副钢笔 当班森的表情顿时沉了下去 可就在梅丽莎开口前 他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通过 而且是靠前的位置 这真是太好了 梅丽莎站了起来 躲了两步 你得开始准备一月底的第二轮考试了 这是在贝克兰德 得提前给你整理好行李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看着妹妹操心这操心呢 班森走入客厅 微笑说道 我的打算是 新年之后 我们一起去贝克兰德 在那里租一栋房屋 不管考试是否成功 我都准备留在贝克兰德 尝试着闯荡一下 而你可以趁新年假期 转学至贝克兰德的技术学校 为六月份的贝克兰德工业与技术大学 入学考试做准备 就在一个月前 贝克兰德技术学院改组完成 正式升级为工业与技术大学 美丽莎静静静听着 不知不觉 抿起了嘴唇 她留恋地环射了一圈 嗓音很轻地回答道 好 周五下午 克拉格俱乐部 克莱恩走了出来 雇佣马车 前往埃德萨克王子的红墙卫庄园 那里是塔利姆死前几天经常去的地方 作为一名合格的侦探 不去做一下调查 完全对不起拿的那一百磅经费 不管怎么消极代工 样子还是要做足 克莱恩坐在马车内 便欣赏窗外污染见少的风景 便嘀咕了一句 经过上午的练习 她大致把握住了各方面水准提升的幅度 操纵火焰 火焰跳跃等非凡能力 变强了30%左右 空气氮的威力 和水下虚假呼吸的管道长度等 甚至有翻倍 占卜与格斗等 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指人替身和伤害转移 未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因为灵性的增长 可以使用的次数相对变多 摇摇晃晃间 克莱恩终于抵达了红墙威庄园 向守在入口处的两名士兵 说明了来意 经过通传 他见到了之前那位老管家 你可以询问这里所有的人 白发一丝不苟的老管家顿了顿 补充道 除了那位小姐 这也是我的意愿 我可不想卷入麻烦 克莱恩放松地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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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